12列新地铁列车将从下个月起分两批投入南北与东西线服务 以进一步提高两条地铁线的客容量应付需求 记者吴良响报道 6列新列车9月将投入服务 另6列新列车则在明年初引进 新列车设有折叠式座位 在高峰时段将座椅折叠起来 可以容纳多100名乘客 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文远 早上在SMRT主席舍文明和SMRT总裁兼首席执行长梁建宏的陪同之下 到碧山车厂巡视 首次接受媒体访问的梁建宏被问及 坊间有人质疑他缺乏地铁营运经验 梁建宏表示 SMRT是个大机构 工作范围不但涉及工程和维修 还包括组织、营运到筛选员工等许多不同层面的业务 SMRT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地铁的可靠度 梁建宏说 8月1号掌舵消息传出之后 获得了许多民众的支持 他也为了工作搬到了碧山车厂附近 并放弃汽车 改搭公司旗下的公共交通 以更好的了解情况 舍文明说 由于家境维修 陆续更换老好些老旧的系统 地铁可靠信 近几个月已经有所改善 地铁可靠近几个月 后来